这句话很重要 既然是保命为主 我们要观察的是观察什么 体力啊 而不是观察症状 但一般人 有没有人去观察体力的 没有 大部分都观察症状 因为有一句话讲得好 菩萨未因啊 凡夫未果啊 一看到症状就害怕了 多数都是这样 除非他已经真的 已经走投无路了 然后才相信原始点 要不然他们都是以症状的好坏作为准则 我们来放几个案例好不好 自体免疫案例 2013年 我动了一个医生所谓的小手术 就是我子宫的水流和血囊切除手术 那三个月后呢 其实我就面对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在一夜之间我的手完全动弹不得 我没有办法写字 穿衣 拿笔 我每一样东西我都是需要人家来服侍我 我不晓得是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到处都去找方法 我从小小的乘所到最后大医院 中医 西医 神医 风水 我什么都看了 但是我的病完全没有一点起色 半年后 我不只是右手 我的左手也完全没有办法移动 我需要靠我的家人来协助我 我每一天就是这样子来度过 那我一直都坚信不移 我总会有好的一天 直到有一天 我到一位很多人都说很有名望的医生那里 他告诉我 你可以动手术 只是说半年后他会再复发 每半年他就会复发一次 那比较遗憾的就是说 你最多可以活多三到四年 这四年后 今天的我还依然活着 其实当时候我听到我还剩下最多四年的命 我第一个想法其实就是 我付出那么多的努力 我要做那么多的东西 那最后 我花了那么多的钱 我看完所有的医生 最后我什么我都得不到 我只有一个死 所以我当下我马上我就崩溃了 其实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我回家看我爸爸妈妈最后一眼 我会自行了断 因为我想活得比较有尊严 但回到家乡 我妈妈一看到我 他就说 我听说那个原始点好像很不错 你要不要试一试 我其实我是真的想敷衍我母亲 我真的是去原始点看一看 当时候有一位师姐 他就帮我按推我的手掌 当天我的手就肿脏的很痛 我就很不高兴很生气 就是连死你都要让我死到最痛的那一次 我就受不了 但是我妈妈就看到我这个情况 他就让我看光碟 我看了光碟 我决定再试最后一次 那我跟我先生说 我认为这个是我最后的希望 能和不能 我就是靠这一次 我回到家乙 去了家乙的原始点 师姐让我喝一杯姜汤 很小的一杯我记得 而且也不是太浓 我回到家 我开始呕吐 晕 当天晚上我在喝的话 我其实就开始肿脏 麻痹 那身体就开始发红 痒 真的是受不了 接着的那个时间 我其实就开始 晕啊 不舒服 发高烧 甚至我进入半昏迷的状态 我先生跟我母亲 吓得半死了 就互相沟通 然后我先生就在我耳边 轻轻问我 现在马上就送你去医院好吗 我告诉他 医院我去了很多 我几乎那个是我第二个家 我知道医院帮不了我 医生帮不了我 西医帮不了我 这一次你一定要支持我 我就只是剩下这一个希望 我讲完了过后 其实我已经几乎昏迷了 很幸运的 我的先生并没有把我送进医院 隔天师姐师兄 都有来帮我按推 甚至拿姜汤给我喝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维持了大概三个星期多 近乎一个月 间中 我真的是有气无力 我完全是处于虚弱的状态 那三个星期过后 有一天我自己站起来 我自己可以洗碗 我自己可以刚水 我变得正常了 是原始点让我有今天 是原始点在三年后的今天 原本就是我的死期 我竟然还可以站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原始点的优点 跟原始点的能力 是原始点和张医师 延长了我这条命 是原始点和张医师 丰富了我的这个生活 也更加是我们的义工们 我的志工们给我的支持 让我在最绝望最崩溃的时候 扶我一把 我真心的 谢谢原始点 这一段就是要让大家了解 你看喔 他在西医已经完全绝望下 然后他寻求原始点 也不是一开始就一旁风顺喔 他一揉就马上走 然后喝一杯小杯的姜汤 竟然起了这么大的反应 高烧吐蟹麻羊什么都来 如果在这些境界来考验各位 我敢保证 一百个有九十九个就跑掉了 原始点啥东西 把我搞成这个样子 有没有 因为大部分都以症状为主啊 然后他那时候体力也很虚 因为他本来就虚 因为他那时候我在听他分享的时候 他说他已经双手都动弹不得了 连吃饭都要人家喂他 所以西医才判定他死刑了 是虚到这样 然后他知道医院救不了他 医生也已经给他死期了 所以他本来说 他也不用活到三四年 他认为这样的日子他绝对不可能 他会自我了断 所以他中间有讲 所以去他妈妈也是 跟他做最后的 好像要说再见 那也是因为这样你看 他喝了那一杯姜汤 甚至已经进了昏迷了 等他醒来 还好他先生没有送去 但也没有好啊 他经过这样三个月 继续用原始点这样 温敷喝姜汤 坚持下来之后 突然间三个礼拜 患然一新 突然间他发现 手也恢复了 经过这一场大病之后 脱胎换骨了 所以有时候重病要好转 他必须要怎么样 有一段反反复复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对原始点不了解 很多就怎么样 放弃了 所以我说原始点理论太重要 你要救重病 你绝对 如果他没有原始点的理论 你很难救 因为稍微好他相信 他哪一天他自己喝了冰凉 或怎么样身体甚至在修复过程中 反反复复的时候 他又怀疑你了 这时候你就救不了 那他是因为走投无路了 他已经知道 很明确的中西医都救不了他了 这是最后他的希望 因为看我的光盘 了解我的理论 他觉得他愿意用他的生命 来赌最后一把 所以这个是很感人的 那这个重病他中间的磨难 挣扎 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 所以如果不是对原始点理论 已经看懂了 看透了 很难坚持 所以为什么我说理论非常重要 就是在这里 那我们再来放一个 也是皮肤病的一个案例 牛皮犬案例 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看着他的情况 我跟他说绝对会好 为什么 我有信心 我有信心我跟他说会好 他也有信心 对不对啊 这最要紧 同时我也跟他讲过 将来会不会过程中间 你可能会碰到表皮硬崩 可能会碰到表皮亏裂 也可能会痒 也可能会肿 因为事前我已经给他打过黄一针了 所以他心里很笃定 知道这些现象只是过程 所以这些现象出来的时候 他并没有很紧张 我第一次给他按吹完了以后 我给他敷姜泥 腿上敷了 他一个晚上没有感觉 没有拙热感 手上有微微的 他唯一的改变是 他从当天晚上回去八九点钟睡觉 需要第二天下午四点 第二次来的时候 我帮他再敷姜 他手上过了十分钟 有一点凉 有点灼热感 但腿上还不明显 到第三次的时候 腿还没有出门 就一定有灼热 那么这个中间 他也产生了皮肤疯了很紧 有灼热 也有亏点 灯水 灯水的时候 他那个citchen talk 把它包住 包住以后 那水躺了 都湿答答的 然后又粘在皮肤上 然后穿着袜子 穿着鞋子 这个水都把鞋子里面都淌湿了 因为他知道 这一切是修复的过程 所以他不担心 如果一个志工没有这个经验 哎呦真的 我不敢做 对不对 我们一没有信心 没有经验 一没有信心 他跟着就倒了 可以这么说 这是正常现象 第一月做完拍了这些相片 Chris跟我说一句话说 我觉得再过一月我就会好 上个礼拜来 我问他怎么样 他说好像有点 有新的疹子 好像那红种 小块出来 背上呢 又开始有点 不是那么平呢 我说这很好 好现象 你要记得一点哈 尤其是这么重的患者 当他身体在恢复的时候 全发胃 所以后面还会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今天我就看到背 又好多了 背部第一天 一个月后 这些都是恢复现象 他现在自己的感觉 有精神 有力气 不犯困 是不是 不犯困 我觉得我们成功的因素 来自于患者自己本身的坚持 跟配合 最奇妙的就是 大概第三个礼拜 我原来有的流皮血 都正常了 我就觉得很奇妙 因为我十多年来 因为我十多年来 什么都试过了 中医 西医 针灸 一个月的变化比对 一个月前 一个月后 原始点 大概三个礼拜 就有这种效果 我觉得 太奇妙了 不可思议 在绝望中 找到希望 就是原始点 因为我绝望好久 好久 好久 而且 陈太太 陈基尼和这些志工 真是很有爱心 很有耐心 他们对这种事 让人感动 好 我要继续努力 好 哇 都平了 你看 对 谢谢 这是不可思议的 我 所有办法 都试过了 只有在这里找到答案 很感动 那你们这答案 我无法信用 谢谢 看了这个案例 相不相议应该是怎么个例 相不相议 真的 真的让绝望者看到希望 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所以要谢谢那个 赵创翰先生的 这种 我想是我们这一代 将来后代人的幸福 最大的幸福 这种太伟大了 太伟大 嗯 很创新 然后这个效果 在我身上看到是 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哈哈哈哈 太伟大了 十几年的这个 刘皮贤 不到三个礼拜 我看到 我说 啊 太不可思议了 好像在变魔术 有救了 好像在变魔术 因为那个刘皮贤 在这边十几年了 几个礼拜 就没有了 嗯 太奇妙了 我很感激他们 也谢谢所有的志工 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爱心 就是让人感动 你说我不认真怎么可以 对不对 啊 这绝对是医学界第一个做的案例 不可能 医学界不可能做出来 要不然他什么医生都找过了 然后我要提的就是 这个过程中 他是不是一旁风顺 不是啊 他起疹子 有没有 然后还糖水 有没有 那个龟裂 种种来考验 但是一个修复过程 但如果操作者 他对原始点的理论不懂 他自己会不会害怕 一定害怕 他也不敢做了 然后患者更不用讲 他看到这样 以为就没有效了 可能就离开了 那错过了这样一次大好的阴眼 有没有可能 所以我说到最后还是要观察体力 不要被那个假象所谋蔽 有时候在修复过程一定会反反复复 像骨折 我自己也曾经有一次爬山骨折 一身 那我知道自己可以修复我也不担心 但我就自己观察我那个过程 常常那个脚足背啊 就是种种的 那这个过程反反复复好几次 然后最后才完全修复 这我都经历过 所以我就知道 啊原来修复过程原来会这样 所以因为他们做的 已经像类似案例已经做的很多 所以他一开始来就跟患者讲 这个过程中很可能会糖水 会化容 腐难甚至溃难 甚至会种种 痒种种起疹子都跟他讲了 啊他遇到了就不会害怕 了解我的意思吗 而且像这种都十年 你看来几乎都呈现黑色 也是完全没有知觉了 到第三天这样温敷 你看哦 姜粉泥这样涂哦 包了十十个小时以上哦 第三天才有感觉 你看那个肉 几乎已经都快没有知觉了 是非常严重的 好 类似这样的患者 我们再放一个好吧 牛皮旋案例 2007年开始有牛皮旋 用过各种方法 吃过各种偏方 过了九年 不见好转 反而恶化 全身开始水肿 稍微动一下就痛 无法工作 心情低落 更是恐惧担忧 脸手脚全身一直掉皮屑 真是体无完肤 你无外皮 只有皮下组织 每次一动都痛 无法睡好 真是噩梦异常 朋友介绍一个原始点 调理牛皮旋的案例短片 我们看到它情况也很严重 用了原始点完全康复 这给我们很大的希望 于是找到了旧金山原始点的服务处 2016年9月3号 开始进行原始点的体验过程 第一次到推广点时 志工告诉我每天都要拍摄 一定会有明显变化 而且只要照着原始点的方法做 必定会改善 刚开始我半信半疑 拍了两钟也没有太大变化 旧金山推广点派志工到我们家做家访 仔细关怀我们哪里做得不到位 发现我们姜水煮得太淡 室温太低 温敷也没做到位 结果经过志工指导后 短短一周就明显看到改善 2016年10月24日 一个半月后的脸部 手部 手部 脚部 及背部 这一个半月的进步改善 我们太感谢也太感动了 我觉得是 一 志工爱心指导及细心按推 二 程先生的心灵指导喊话 三 喝比较浓的姜汤 四 多温敷尽量休息 五 做运动 两个月后追踪 身上的皮肤完全康复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再次感谢所有旧金山的志工们 相信我们只是众多受惠病人的其中一个 我们愿意以我们的案例证明原始点理论 加上实际操作 让我们全家重现欢乐 更重要的是 这个过程中 我们感受到的爱心与鼓励 感恩张医师及志工们 无私地帮助人们解决病苦 我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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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 很忙碌 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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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 累死 区 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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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错,但是,在2016年,在冬季中,我感觉到更新的感觉,我感觉到更新的感觉。 你会看到这个视频,从头上到头上的头上的头上的感觉。 所有的感觉,没有更新的感觉。 甚至更新的感觉。 尤其是更新的感觉。 在这里,我们可以走。 我认为,我有四个孩子,我已经在这里。 我的妻子在北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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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在这里,她在这里。 她在这里。 我非常感觉。 我认识了 因为以前我认识了 因为我认识了 因为影片很兴奋 所以我去到SanFrancisco 那我认识了 那时候我认识了 那时候我认识了 但是我认识了 这时候我认识了 第一次的一个是 他就是 很高的信心 我认识了 我也不想念 他说 别乱 你只是把它拿了 你只是拿出來 你拿回來 當然,我看到的事情 我看了,很過分 耶 我繼續把我覺得 都很過分 都又拿了 她的主意 他有這麼大的 妳也知道 我記得 她把蟻椎粉砂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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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痛了 我拿到我的衣服 好, 可是, 你不知的, 你好, 很痛, 不玩,不玩 不玩 不玩,不玩 不玩,不玩 2006年,我第一次去 Hospital Western 有很多霜,霜霜 有很多霜 有很多霜霜 我只剩下的霜 我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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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始終 我停止了 糖尿尾 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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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臀 臀 臀 有更多的顏色,我看到了更多的顏色 但是,几月後,我感到更多的顏色 我感到更多的顏色,我感到更多的顏色 一小的顏色,我感到希望 我感到更多的顏色 我感到更多的顏色 好想,我 notifications 我感到更多的顏色 你看這樣 我感到更多的顏色 我感到更多的顏色 嘍,嘍,嘍 嘍,嘍 嘍,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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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我相信 在10年 我可以穿短的衣服 你也有短的衣服 只有这季度 我可以享受短的衣服 那时候我真的想 感谢这些衣服 和我的妻子 我觉得我先的例子就是 他心灵上的这种 就是喊话或者是说鼓励安慰 我是看不到这个力量有多大 但是我看到他那种 信心的恢复 他提升的很大 因为每次到了谷底的时候 怎样从绝望当中可以带来 失望 这个转变非常的大 那特别是我们对这种情况完全不就是无知 无知就会恐惧 那恐惧感其实是 真的是会把人家拖到地狱那种感觉 这样子 那我就这一点就是 陈金领Luna 我真的觉得很怀疑 他们信心到底从哪里来 还有一点就是说原始点 不只是肉体上的改变 那种心灵上 因为他以前老实说他很爱发脾气 但是陈金领跟他提到一句 陈金领讲很多 但是这一点他记在心里 就是说不要很容易生气 那他就记在心里 但是这句话确实 我看到从原始点之后到现在 他这一点改变很多 那我觉得这个也 所以别人的喊话其实是影响很大这样子 我的亲身经历真的是很感谢 义父给我们的那种 不管什么 我只能说真心的感谢 可以跟所有的病人一样真心的体现 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有什么感受 有没有很感动 有 其实同样他在叙述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他自己也说 刚开始敷姜粉泥有没有改善 甚至过程中有些感觉更恶化有没有 甚至更肿发不出来 甚至调法有没有 更加低落绝望 但他信心从哪里来 因为操作者给他的信心 对不对 喊话种种 操作者一定要对原始点很坚定 观念一定要很清晰 那这些变化症状的反复在所难免嘛 对吧 所以因为坚定 慢慢他走出来 那最后也看到了 因为你看喔 他说有四个孩子 他一个家 就因为一个人全部都完了 但因为他好 全家都恢复了 以前的快乐 所以有时候喔 你不要看小看 一好一个人等于一好一个家 一好一个家 等于整个社会就更怎么样 祥和了 不要看那个小的力量 一点一滴都是在改变 好 那这样 刚刚他又有提到 像我们做出来这种牛皮犬 都绝对是史无前例的 那在医学界绝对不可能好的 那我们再来放他刚刚讲的 他说有一个脱背的 他看了很感觉很奇迹式的 能够这样好 也受了很大的鼓 我们就来看这一个牛皮犬 牛皮犬案例 非常好 会痒 等一下 很辣这个 痛吗 这个好够后面 你一定要运动 不运动不行 它已经完全没体力了 才会肿成这样子 温敷还要喝姜汤 不然没有热人了 它要修复一定要动到很多热人 脚肿也是一样的问题 也是热人不够 你跟大家讲几句话 感觉有个险 他们要30年了 一次比一次发得更严重 这次就是看CG 吃它的药和查到药 永远是不会断根的 所以这次朋友啊 亲戚鼓励 一个要来 经济会不吃药会打架 把它永远有光明 差不多都没办法走路进来 是人家扶抹进来 因为我的脚已经肿到 什么鞋子都通不进去 把那个塑料袋这样的运路爬上 传统了一个礼拜 就非常的见效 我现在大概脚一个多 也改善了非常的快 脚体力也非常的好 生病后还能爬结印的楼梯 十几到二十趟 以前就算我们生病后 是神经病后 不要问更多 等待我们的事 不是现在的乌励 不应该是一口 要是一口 才是在乌励 需要给你 玩笑 不应该是应该是 不应该是 好 为总 对 每天 是 他一直说 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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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透掉了 啊 这个三十年喔 更久 而且他肋骨醇吃了很多 甚至骨骨头也坏死了 那时候来脚也肿 是爬不上楼的 人家这样浮上来 所以我那时候来 我看他那个样子会挂掉 不是不会喔 因为他已经完全没体力 又肿啊 所以开始训练他运动 然后肿肿的喔 很多人照顾 这个不是一个活 一个操作者能照顾得了 我们是利用基金会很多 一起来努力的 有些人帮他 你看喔 帮他擦拭 有些人帮他带去运动 肿肿 丰工合作的 要把他搞好还 那个不容易啊 然后你看两三个月 换难一心 结果我听说 你看喔他去旧金山 那荣光焕发的样子 有没有 听说去旧金山开始怎么样 怠惰了乱吃了 没有多久又开始长了 然后那时候去旧金山 陈经理被 陈经理发现 就把他骂了一顿 骂了一顿 这一顿他真的骂醒了 所以最后就不敢乱吃啊 哎 最后你看到追踪两年 你看简直怎么样 脱胎换骨 从快要挂掉的 那体无完肤的样子 到完全前一年 三十年内 你想想看这个可 医学界怎么可能做出来 不可能的 好 那他也是 陈大明也有反反复复的时候 你看田中在治疗过程中 也有反复 那第一个牛皮血 也是反反复复 那遇到这种重病 这种反反复复 本来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修复期本来就会 但没有人知道 一看到 哎 这是不是恶化 就退却了 所以我们的观察 一再跟你们讲 一定要看什么 体力为主